好,我们叫姐姐就好了吧,来 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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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姐舞的姐姐阵容 在网络上成为热门话题 相比于前四季 今年的阵容有点弱 但还是有惊喜的嘉宾 比如今天要说的谢金燕 对于内地观众来说 对这个名字有点陌生 但在台湾地区 她可是赫赫有名的 美腿女王台语天后 你不想问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我说 记得很陈谷 我说 记得很陈谷 你只 我说 我说 什么好陈谷 我说 我说 谁不想命你开始 我说 我们的青春像汤杯 有望一生 却就付给味 一片一生全不定海底 敢说情世少缺带 无情依然缺帅 哄马狗开 缓马狗带 生的苦涉家的嘴 谢金燕很神秘 她的身世离奇 过往经历抓马狗血 和父亲公开私插 互抱猛料 被抱有私生子 每一条新闻都足够炸裂 作为一名新二代 拥有天生的光环 但是什么导致她怨恨了父亲几十年 直到父亲去世前才冰释前嫌呢 首先要从她的父亲诸葛亮说起 诸葛亮是台湾著名喜剧演员 综艺节目主持人 诸葛亮一共有四段婚姻 共育有两男三女 谢金燕排行第三 诸葛亮第一任妻子 是一个理发厅小姐 生下了大儿子谢顺福 第二任妻子叫林建如 生下了两个女儿 谢清燕和谢金燕 诸葛亮当年在剧团跑演出时 认识了林建如 两人很快私定终身 林建如很能吃苦 为了不耽误诸葛亮赚奶粉钱 听着大肚子 跟着她四处漂泊 她是在公演话剧的 舞台后面的木板床上 生下了两个女儿 但诸葛亮并不领情 两个女儿出生后 对她进行言语和肢体双重暴力 为了两个女儿 林建如忍了 诸葛亮变本加厉 到后来 她在蓝宝市歌厅演出 人气更火了 赚的钱也更多了 人越来越飘 直接把小三带回了家 诸葛亮要求 正式和小三共识一夫 这扭曲的婚姻 让林建如再也忍不下去了 她带着两个女儿 还有一个伤痕累累的心 离开了这个家 父母离异时 谢金燕才读小学四年级 母亲一手要把两个女儿 拉扯大 吃了很多苦 所以谢金燕对父亲 一直有怨恨 父亲身材矮小 谢金燕很会长 完美避开了父亲的劣质基因 他从小就发育良好 身材高挑 15岁时已经长得挺挺欲力 谢金燕啦 他音乐什么歌啊 我的酷歌 我这个歌好听 受不了你对我的苦 何必选择这条路 只是对我不在乎 你也不必帮助自己 是我孤独最多 我的日情望 你夹在我内海 这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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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我越想 为了挣钱把母亲减轻负担 他报名参加了 欢乐周末派美腿小姐比赛 刻意隐瞒了新二代身份 这个比赛让他一举成名 但还为大红大紫 命运又一次将他推入深渊 1991年 有一天谢金燕和男友出游 带着姐姐一起 不幸在途中发生了严重车祸 当时谢金燕双腿骨折 肺积水 盆骨枪碎裂 昏迷了三天三夜 而他的姐姐谢金燕更惨 全身60%重度烧伤 两个最疼爱的女儿都生命垂危 零件如心急如焚 同时天价的医疗费也压得他喘不过气 为了救两个女儿 他在离婚之后第一次跑去前夫诸葛亮 希望他救一救两个女儿 也许是内心有亏 当时诸葛亮爱赌 赚的大部分钱也都赌光了 但还是去借钱 给两个女儿筹到了医疗费 当时诸葛亮跑到医院看望两个女儿 看到大女儿谢金燕 全身被烧灼的面目全非 他顿时怒火中烧 责怪谢金燕 执意拉着姐姐陪他去约会 把姐姐给害了 他甚至说出了 死了我也不会给他送刑这样的狠话 不过气话虽狠 诸葛亮也确实在医疗费上 出了很大一分力 因此谢金燕和诸葛亮的关系 还是缓和了不少 不过气话虽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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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金燕出院后 诸葛亮和第四任妻子结婚 他还去当了伴娘 之后谢金燕付出 诸葛亮也在背后出了一份礼 找关系给女儿铺路 谢金燕发行的首张国语专辑 《你真酷》由刘家昌制作 杨登奎出钱投资 而这两个台语圈大佬 都是诸葛亮的人脉 之后十年 谢金燕发行了多张闽南语专辑 出了一首《含泪跳恰恰》 有点名气 其他的歌曲都没啥水花 同时他还尝试去演戏 《一难忘礼》的王玉婷 让人印象深刻 但这是一部婆妈剧 虽然收视高 但他依然没有大红大紫 2002年 谢金燕全面转型 发行了电影舞曲专辑 《悠悠姐妹》 首次获得金曲奖 最佳台语女歌手提名 音乐事业 盘上第一座高峰 接下来的十年 他屡获金曲奖提名 两次拿到最佳台语女歌手奖 一首姐姐更是火爆全台 唱到截之相闻 让他霍锋台语天后 成功之后 质疑的声音也随时出现 有人说他靠爹 才拿到如今的成绩 也许是知道自己罪孽深重 诸葛亮曾公开向女儿喊话 向家里人道歉 甚至谢金燕在小巨蛋 开演唱会时 他还一口气送了12个花篮 更是宣示主权 花篮上写着 你是我的种 但这依然得不到 谢金燕的原谅 不过 他在演唱会上 唱《心肝宝贝》这首歌时 大荧幕上 放的是一家四口的合照 从这里能看出 谢金燕虽然对父亲 诸葛亮有怨恨 但是血浓于水 亲情依然割舍不掉 他依然渴望父爱 诸葛亮在媒体前 不断喊话步步紧逼 谢金燕在演唱会上痛哭 声称要赞别娱乐圈 然后放出一段重磅猛料 他控诉父亲曾经对母亲 进行言语和身体上的双重暴力 带小三登堂入室 两女共事一夫 致使母亲心灰意冷 婚姻破裂 还欠下了巨额赌债 让母女三人被债主盯上 苦不堪言 面对谢金燕的控诉 朱葛亮马上出来反击 爆料谢金燕在美国生下私生子 他的大儿子知道生父是谁 关于谢金燕私生子的传闻 一直传了十几年 媒体只拍到谢金燕 带着一个男孩外出 至今生父成谜 有传言称 孩子生父是台语歌王 杨宗献 谢金燕对此不承认也不否认 还有爆料称是一位富二代的 当年谢金燕和一位富二代交往 是意外怀孕 马上就要结婚了 却遭到南方父亲反对 南方父亲说 如果和谢金燕结婚 一辈子都甩不掉他的毒鬼父亲 富二代被吓跑了 提出了分手 谢金燕一个人生下了儿子 总之 朱葛亮在公开场合提到私生子的话题 还是伤害到了谢金燕 父女俩关系破裂 繁目成仇 之后很多年都不再有互动 一直到朱葛亮去世前 父女俩才在病榻前 兵事前嫌 2017年 朱葛亮因为大肠癌 肝肾衰竭病逝 享年70岁 此后每一年父亲继日 谢金燕都会发文怀念父亲 一切的怨恨 随着父亲的离世 已经烟消云散 如今49岁的谢金燕 依然活跃在舞台上 鲜少来大陆活动的她 这次破天荒参加浪结 实在是惊喜 希望谢金燕能够在浪结的舞台上 秀出自我 给大家带来精彩的表演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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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